今天來的那一類似說 被抓到了嗎 蛤?沒有得分 現在衝進來 要現在看到是到底過出局 所以要裁判來判 差不多10點可以去東東東去買那個 鐵雷打折的打折壽司 因為我們說到第五局第六局差不多就定局 定局啊 因為他要趕就趕不回來了 我真的要追很累 除非他們是很強 突然拼拼拼拼然後 還是說那個什麼飲料啊食物被下那個 下那個什麼鎮定局 對啊 以前不是說日本鬼子跟那個霍元甲還是什麼 都給他下毒啊 然後平衣亮亮的這樣 所以說四局下還是 7比2 7比2 7比2你要追很難啊 你有時候真的想要整個熱情下去你就 你那士氣會受影響 對 你吃個雞排又吃到突出來都會啊 因為那教練跟球員就說 幹 四局會影響 對 他會好像沒有 就沒有性 那個沒有什麼 信心 然後你信心就整個潰散了嘛 啊就潰敗了 然後一堆人隔天就憂鬱症發作了啊 失眠啊 這個是很嚴重的 因為很多就是說 像我們以前當那個 扁迷韓粉 柯粉 那個整個就整天在關注他 那個是很嚴重才會見 他已經 已經中毒太深了啊 那成癮症狀一樣 跟吸毒一樣啊 你一天沒有看到他新聞就 就瘋掉了啊 那個算成癮 對像那個時候你看 韓粉也是整天喊中華民國萬歲啊 當柯粉也是整天在看 看看柯文哲 當阿扁整天買扁帽啊 我們都當過啊 你當年都替他瘋狂 我當年我也看到阿扁等了五個鐘頭憋尿 雨中等阿扁 阿扁終於來了 終於上台 然後十點多才跑去尿尿啊 我們當年是這樣子啊 判決判決 現在裁判在判決 在決定說到底是 那個有沒有書籍 他 吳烈寧衝回本壘 跟那個什麼 河南捕手撞在一起 嗯 就 在判才到底有沒有舒服 就好 有這個狀況就很精采 如果判就得分了 判得分 那就我們又得一分 八比二啦 唉呦 打包回家 現在沒有判得分 沒有判得分 沒有判得分 沒有判 阿現在還是7比2 對7比2 4局下 4局下 7比2 等一下就第5局了 對啊 這一局打完就第5局了 現在就第5局了 快打完了嗎還沒 還沒 8分 我想這個判決 應該在最後還是會有一些討論 其實這7比2你要守住 阿就是 就是怕後來說 每個人都體力不知好像 那個被那個被人家下那個 那個就完蛋了 對阿還是說突然有那種賭博的啦 還是說有人脅迫說阿你突然那個翻盤 讓他們那個賭金付出 一堆人就幹了要死 對因為有點類似說黑道操盤一樣 阿突然前面贏 然後突然一下就輸掉了 那個讓人家崩潰 對就是說人家在賭金一下子付出東流阿 因為有時候賭博會讓人家興奮就這樣子 輸 可是你一疊就疊 阿贏的話可能是幾百萬 阿贏的話是整個工會 對阿回家就跳樓自殺啦 阿台灣又沒有模範計程車說 阿你多想一想 要復仇找模範計程車 欸台灣沒有模範計程車阿 他們那個模範計程車在那個鐵軌阿 在那個橋的那個欄杆會貼阿 不要自殺 要復仇找模範計程車阿 喔神神線 安打 哇 哇 我們要撲回本壘 哇抽三了 陳前線三連安導 然後得一分了 有打點了 8比2 8比2 8比2了 試了一下 誰衝回去 那個 極力極勞那個 極力極勞那個 極力極勞 差不多拱斷了 舉手衝回去 8比2 8比2 陳前線上到三壘 三壘阿 有可能再得一分喔 他是不是說得幾分就可以提倒收工 你要破10分 破10分才可以提倒收工 至少要破10分 那快了阿 達到16分 被學習阿 還是說他有人在拜拜鄭成功了 不過鄭成功當年打安平城堡的時候有黑人傭兵 他有收一些黑人兵給他老婆小孩主持家庭 他們就當他的重裝步兵去衝鋒 當年鄭成功步的是有黑人 所以說這一局就在長第四局第四局下再進一分所以是8比2 我都錄到四局打完 因為他這樣節奏很快所以我們再被 再被那個再出局一個就結束 主要是我們打擊算強 對啊不錯啦看得很爽啊 昨天一大一就很恐怖那個打擊 今天就延續了 對啊就好運啦 明天咧 明天明天是中午跟那個古巴的 喔跟古巴啊古巴就要抽雪茄啦 是不是啊今天晚上開始去掃貨 啊你明天是上早班 啊對啊你上班不能抽雪茄啊 啊你不是要抽雪茄 抽雪茄我沒有雪茄 有啊去超級市場我記得我那個聖家好像有賣我有看過 還是要買一隻雪茄 我不會抽煙 有啊我抽雪茄那一隻四千多去 你覺得很不舒服喔 不會啊擺個樣子啦 你記得ID4他 那個時候把擊敗外星人的時候就是抽雪茄 他會勝利雪茄 雪茄 對在ID4第一集他就是 那個藍主角跟美國總統兩個人把外星人打敗就是 就給個雪茄管他什麼東西啊超好高興啊 會不會明天要買雪茄 雪茄你做個樣子 就擺姿勢擺拍啊 所以今天明天要抽雪茄啊 這個是我們快速打擊 讓荷蘭喘不過氣 就是壓制他 讓他喘不過氣 對 這種戰術比較有效 你要趁勝追擊 啊就是說你的超過距離過到他們就四處就崩潰說追不回來的啊 慎慎追擊 讓他壓得重過去 啊不過有個壞處 我們體力會提早消失啊 還換他們黑人的那個體力大爆發 四局下結束了 好 8比2